今年10月 中部多所大学生出面控诉 透过介绍到一家手机行办理无卡分歧 买手机3C产品 交出产品就可以领5000块钱的佣金 不用支付分歧款项 东西卖出还可以分润 拉同学加入也能够拿介绍费 结果后续分歧没有交款 学生不但被融资公司催讨债务 受害学生将近百人 解销官侦查终结 认定灵性被告等三个人 违反加重诈欺取材等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同时向地院申请 没收所有的犯罪所得1200万 大学生出面控诉 当初听朋友的介绍 无卡分歧办手机拿佣金 没想要就这样被骗 后来因为担心还不出钱会被告 又签了第二次无卡分歧 总共被骗了11万 类似案件不止一件 而是至少高达81件 然后他又说如果没有再办第二次的话 可能会被告 第二次贷款以后 受害学生众多台中地检署 成立专案小组侦办 发现林姓主席和两名同行 利用职务之变 在111年间 共谋成立诈骗集团 专条大学生下手 宣传办理无卡分歧 买手机和3C 交出产品 可领取5000允佣金 不用支付分歧款项 出售后可分认 又骗学生拉同学 交出赚钱 最后却还是由学生承担债务 设刑违反组织犯罪条例 刑法之加重诈欺罪等罪行明确 便请法院重重量刑 同时申请宣告没收 被告3人之犯罪所得 检察官侦查终结 对林姓主席等3人提起公诉 检察官认定林姓被告等3人 违反加重诈欺取材等罪行明确 向法院提起公诉并加重量刑 同时向地院申请 没收3人所有犯罪所得 1200万元 介绍中部纵导 疑似是变换车道的时候 失控打滑 法拉利跑车 冲上了路旁的水泥护栏 车头几乎全毁 而惊险的意外就发生在 桃园市中立区 根据了解这台法拉利 要价大约是1800万元 所幸驾驶并没有受伤 不过镜头也捕捉到了 车子脱掉的当下 证明车主他的表情脸色铁青 法拉利超跑正准备变换车道 没想到车子突然向右冲 猛力撞车子冲上水泥护栏 再撞广告招牌 车身失控向后滑行 接着左右摇晃 这才停了下来 右前方车身卡在泥土堆 动弹不得 引擎盖严重毁损 零件掉落 水泥护栏也被撞毁 还好驾驶安全气囊爆开 人平安无事 业者使用器具进行脱掉作业 而在一旁穿着黑色上衣 全身紧盯的是 30岁灵性驾驶 神色相当名重 卡在13号下午1点多 行进桃园市中立区 环中东路时 疑似变换车道 失控打滑 法拉利超跑自撞水泥护栏 驾驶未受伤 今测试九色值为零 而根据了解 这台法拉利F12 拥有740匹马力 零百加速只需约3.1秒 新车要价约1800万元 非常昂贵 而这一桩维修费肯定惊人 至于详细肇事原因 还有待调查理清 记者林珠强 台湾报导 重复制造假车货炸宝 在高雄有一名王姓男子 找人合开中古车行 用低价收购 不少有过事故的进口名车 在全国台湾各地 重复制造假车货 炸领高额保险金 两年多来不法所得 就超过了4000万 因此有诈宝石组支撑 目前有三家保险公司 求偿2000多万胜诉 不过王姓男子 60万人交保之后 就此人间蒸发 目前形式审理程序 还得等到抓到人之后 才能够继续 黑色BMW快速冲撞过去 一旁包括双逼宝石节等 五辆进口轿车 无意幸免全撞毁 四年前这起车祸 发生在墾丁 离奇的是当初女驾驶 声称谎神 这一撞只有骨折 人无大碍 而同样吊诡的 还有淡水正处钓鱼池 白色兵力BMW 一个月内接连冲池 驾驶都无大碍 这么刚好引发警方怀疑 一查原来是 炸宝集团接连制造的假车祸 他就是主嫌王姓男子 在高雄找人和开中古车行 用低价收购不少 事故进口名车 先雇用专业撞车手 把车撞乱后 再找同伙车行修好车 在全台各地 向11家保险公司 骗取保费 修车费等差的利润 不乏所得超过4000万 王姓男子落网后 两年前以60万交保 当时他声称自己 名下账户都被冻结 资产负债高达900多亿元 一度说要到保险公司上班 设计无漏洞保单 没想到隔没多久 却缺席讯 只传了道歉讯息 给母亲后救 人间蒸发 王姓被告等10人 位于延迟辩论7日到场 故本院成审法官 依照原告残险公司之申请 就该等被告部分 为依照辩论判决 诈欺案部分 而另由本院刑事庭法官审理 目前有三家保险公司 求偿2000多万胜数 骗了这么多钱 又号称假车货炸保十足 目前程序恐怕得等人到案 后行是审理才能继续进行 记得高雄这么大 台湾零售服务业 面临的缺工问题 为了要留住优秀人才 以及招募新人 各大零售业 纷纷喊出了 明年的加薪计划 像是美联社宣布 明年3月1号起加薪 幅度借在7%到9% 依值别幅度不同 而加勒服则是喊出了 正值基层员工 平均调幅10% 另外还会提升其他的福利 但是你也让不少的民众担忧 企业会不会因为人事成本提高 而把钱就转嫁到商品上呢 依序将饼干零食摆在架上 有时还要支援收银 甚至连茶叶 但都要汇煮零售服务业员工 身兼多职 近来服务业面临缺工问题 也促使零售通入业者 启动加薪潮 美联社先开第一枪 宣布明年3月1日起加薪 门市人员调补7% 副店长8% 店长9% 而加勒服也宣布 明年1月调薪正值基层员工 平均调补10% 另外提升其他福利事项 例如加发奖金0.5个月 因为这个服务业 零售业的人才缺口比例比较大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调薪的机制 可以留住人才 并且扩大人才 零售业大抢人才 其他业者也纷纷表示 有调薪计划 全联回应每年都会稳定调薪 幅度约4% 而且干部薪资调幅更高 爱买则会一个人 绩效作不同幅度调薪 不过也有民众担忧 业者会不会因为人事成本提高 而转嫁到商品定价 既然调高了 那好像商品价格一定也会跟着涨 现在每年的物价都普遍都会上涨 好像已经是习惯性了 不会因为这样去做特意的涨价动作 主要是我们这个一个涨幅 也是主要是牺牲我们自己本身的 这样一个利润 我们目前也没有相关商品要调涨的计划 民生业者既出加薪 想留住人才也要同步招募新人 更要避免缺工问题 影响到整体的营运 在杨宗燕王秋明台北报道